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給通清楚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10月27號 禮拜一 以下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這影片開始前呢 好習慣的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好那我們一樣先來看到今天大盤的部分 在今天大盤是一個跌得非常非常非常重的一個盤 就是已經很久沒有看到跌了150點了 雖然跌了150點大家覺得好像沒有什麼 但其實今天是這種 我覺得是這種蠻討厭的盤 因為像這種就是一個從頭殺到尾的盤 像這種從頭殺到尾其實 你不知道他會殺到什麼時候 就他就一點一點慢慢的創低 然後慢慢這樣殺 蠶食精吞的指數這樣 所以這種盤是我個人覺得是一個蠻討厭的盤 就是說因為像有時候 有沒有看到盤中突然擊殺的情況之下 有時候擊殺反而就是當天的低點 但是它這種緩跌 就慢慢跌慢慢跌慢慢跌 就是你會不知道說 它到底要跌到什麼時候 所以這種時候通常我們看到 如果是這種緩跌的話 其實不太會急著去抄底 因為你有時候看到當下的低點 可能在過個大概20分鐘之後 你發現怎麼又創新低了 就完全沒有出現止跌的情況 所以有時候像這種盤面的 其實我們操作上反而是會比較小心的 好那再來為什麼今天盤會跌得這麼的重呢 那其實有個原因就是因為你看 其實像過去這一段時間以來 指數它都是守在五日均線上面 那既然有這種短暫跌破其實也是拉回來 但是今天你會發現說 今天是一個算是第一次價跌量增破了五日均線 就過去從11月初以來的這一段行情 它是第一次出現這種價跌量增破了五日均線 所以像這種情況 當然市場上它開始就會有種比較 就是謹慎啊 或是說覺得說氣氛是不是要開始改變 那其實從氣氛改變這件事情來看呢 我們從週限來觀察 你看喔 從11月初這一波的開始上漲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禮拜的收盤價 它都有過上禮拜的高點 它都有過上禮拜的高點 就基本上你會發現指數在過去一段都非常強 都直接每個禮拜一開始都過了上禮拜的高點 但在這個禮拜呢 今天在禮拜一 那我們有跟大家有分享過一個觀念 就是說如果說指數它要能夠在這個禮拜 它能夠轉強的話 那關鍵在幹嘛 你要能夠過上禮拜的高點嗎 那可是我們去想一件事情喔 像我們在跟大家講月限的時候 我們是很討厭嗎 我們很討厭這個月一開始都下跌 或是月底的時候大跌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一開始都下跌的話 那表示什麼 這張股票它要過上個月的高點 難度就會增加 那這張股票沒有辦法去過上個月的高點 它會是強勢股票嗎 它就不是了 那所以說其實同樣的理論 我們套來週限 就如果說一個禮拜 那禮拜一禮拜二就大跌的話 那有些個股它距離上禮拜的高點 變得比較遠 那是不是表示說 這個禮拜可能就不強 欸對 所以你看像這禮拜的週限 你就會去思考說 那它要過上禮拜的高點 可能有難度的情況之下 這禮拜的行情 它可能就會比較偏向是一個震盪的格局 或震盪或是修正的格局 都有可能 所以像今天這樣下跌 為什麼我這樣緩跌下去 是很討厭 第一個 它沒有辦法去過上禮拜的高點 第二個就是它出現一個 架跌量增的情況 這個是在最近看盤的時候 會比較小心的 那大家會覺得說 那這一波上漲 那到了這邊 行情是不是開始結束了 我跟大家講應該還沒有 就目前我們認為是還沒有 原因在於說 我們可以觀察到 雖然說 這一波的行情 它在第一天 它今天第一次 它出現了一個價跌量增 並且破了 五日均線的情況 那像這種情況 當然是比較不好 但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一點 我們來看到週限的情況 你會發現說 現在的股價 它都還在什麼 還在五週均線的上面 那也就是說 它都還在五週均線上面 你要說這個行情 在這個地方 就立刻轉落下跌 憑良心講 真的還沒到 尤其你可以發現說 如果說像之前一樣 我們來觀察一下 之前如果說之前指數這樣子 一路往下跌的時候 它是出現什麼情況 它是 幾乎都是被壓在什麼 五週均線的下面 而且五週均線都是下彎的 這時候五週均線都下彎 所以這個時候的行情 是真的比較弱 但是我們現在會觀察到說 五週均線會立刻下彎嗎 蠻有難度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禮拜 要跌破這個價位 五週均線才會下彎 你說跌破這個價位 跌到什麼 每月只要799 訂閱阿信的PressPlay 線上課程 每天推回一篇技術面 或是產業的教學文章 另外還有阿信自己 獨門的篩選強勢籌碼程式 YD頻道每週一到的事 都有分享股市的 盤後整理與解析 週五會有阿信覺得 題材不錯的個股 或是產業的剪輯影片 所有影片中 只要阿信有提到報告 都會歡迎學生和PP訂閱戶 找助理索取 一般觀眾加入LIOT 附上影片按讚 並且訂閱的截圖 也可以拿到報告喔 跌到16134 一個禮拜跌1000點 這個難度 我個人覺得是蠻高的啦 就一個禮拜跌1000點 才會讓五週均線下彎 這個難度太高了 所以說會認為說 這個目前的情況來講 就是行情它還沒有正式的宣告結束 可能它在這個禮拜 它會出現一個盤整或是修正的情況 這是有可能 但如果以整個趨勢來講的話 這個行情還不算是一個 就是game over的情況 那其實說漲了這麼四個禮拜 這個禮拜十二元修正會怎麼樣嗎 其實真的還好啦 真的還好 因為你去看喔 像我們都會去看一下 就是台幣的匯率 就我們看到台幣匯率 其實你會發現 這一波的指數上漲 你看那個匯率怎樣 台幣是一路的升值 升到翻掉 就算今天是一個下跌的情況 可是你看到台幣匯率 其實也沒有說 一個太明顯的貶值 所以表示說其實資金都還是在 這個市場上 那如果說你發現說 資金都還是在這個市場上的話 那當然其實對於今天的下跌 你就會覺得說 它可能就是一個 漲多之後的拉回修正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那當然還是知道 如果指數有修正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是去找個股 去來找一些買點 這個是我現在目前回去想的 就是說因為在過去這段時間 就是其實我們都是 順著這個行情來操作嘛 那基本上有強勢的 那我們可能就是會比較 會積極一點去操作 那如果說這個禮拜 我們知道說指數沒有這麼強 那我們的操作想法就是觀察說 指數如果有修正 個股有修正的話 那會去觀察說 修正有沒有到了一個支撐位置 那再來去找所謂的進場時間點 那不過這邊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這邊找進場時間點的時候 你要留意到一個蠻重要的現象 就是均線開口 就你的均線開口不能太大 像有一些股票可能像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像艾浦好了 可能它之前的均線開口有點大 那這種修正的話 其實我們就去觀察說 它到底在跌下來之後 它到底能不能夠開始站上 五日均線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你均線開口 已經開始放流點大的情況之下 那你個股要能夠止跌 你的關鍵就在於說 五日均線你到底能不能夠 站得上 那另外是什麼 另外就是股價 它不能夠怎麼樣 再創新低 就是說它可以 可能明天留個下引線 然後收上來 它不要再創新低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的話 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整個行情 它不至於會出現一個太大的崩跌 那如果你發現 股價是能一直這樣 每天創新低 就今天的收盤價都比昨天還低 今天收盤價都比昨天還低的話 那這一種情況 就表示這個行情它可能 或這一檔股票 它可能還沒有出現止跌的狀況 那這種情況就要小心一點了 所以說其實在現在來講 雖然說今天指數跌了150點 跌有點重 但是我們的想法就是會覺得說 修正一下其實也不是什麼壞事啦 反正就是去看一下 哪些個股有出現止跌訊號 那如果只要整個大方向 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的話 那就還是一樣會順著行情來操作 那只是說在這個禮拜 會比較保守一點 好那講完整個大方向之後 我們再來講一下 今天的盤面重點 今天盤面重點最大的就是什麼 生計股 可是這個生計股其實跟選舉 是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因為主要是因為在 中國大陸有爆發新的疫情嘛 那所以可以看到像今天什麼 像毛寶啊 然後或像是什麼 650市的南六做口罩的 就這些股票你會發現 他怎麼好像今天都開始 就是有出現一個比較 大的漲幅 或像9919的康納鄉做口罩 對那其實 這邊重點就在於說 因為中國大陸爆發什麼 那個梅漿菌嘛 那這個東西呢 我有稍微去Google了一下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好奇說 會不會這一次又跟三年前那個 COVID-19一樣 那這個梅漿菌呢 那其實他就是類似 我看那個網路上 那個醫生的評論 那什麼行走的肺炎這樣子 就是他 他也是會造成咳嗽啊 然後 發燒啊 流鼻涕啊 這些感冒的症狀 但其實這個東西 這個梅漿菌 他並不是一個新的病 像那時候COVID-19 那個新冠肺炎的時候 他是一個新的病 那時候那個病 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是 有點不知所措你知道嗎 就有點不知所措 因為他穿力非常高 那穿力非常高 在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他的致死率也沒有說 很低 所以說這個東西在剛出來的時候 他才會造成大家很恐慌嘛 就你已經多久沒有看過這種病了 但其實你在經過了 三年前那樣的洗禮之後 你再看到這種病 其實大家都會有種防備心態 幹嘛戴口罩啊 勤洗手啊之類的 就是你就戴口罩 你會去就是保護自己 那我再來講的是說 其實像病毒 或像這個梅菌 其實像病毒他們的重點 他們並不是要殺人 而他們要生存 那是什麼生存 就靠傳播嘛 靠傳染嘛 就有很多的宿主讓他們去生存下來 所以病毒的重點 他並不是說要很高的致死率 他們是可以讓他們去生存 所以說其實你會發現 為什麼 新冠肺炎他後來越來越弱越來越弱 就他會一直變異變異變異 變異到後來之後他越來越弱 變得跟感冒一樣 那所以這個梅將菌呢 他也比較類似像是感冒的這種狀況 他致死率其實也沒有非常高 那再加上說他其實在過去 就已經有發生過 我記得好像說4年一次嘛 所以差不多了 2023、2024差不多了 就是4年一次 所以有醫生覺得 這個是差不多 那所以說我覺得像 這種狀況 如果你要複製說 像2020年那個時候 像什麼缺工啊 然後整個供應鏈鍛鍊啊 目前來看真的還不至於 原因在是什麼 第一個這個病 它不是一個像當時那樣 好像是一個不治之症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因為當時候是很多人 他們是供應鏈鍛鍊 他們只能在家休息 所以沒有人去生產 然後那個時候大家也沒有工作 所以美國大家還記不記得 他們去怎樣 不斷的印鈔票 那印鈔票然後還有很多什麼 補助措施補貼措施 那結果大家在家裡 沒事做只能幹嘛 買東西嘛對不對 所以買東西造成消費 消費去刺激了整個經濟 然後才造成所謂的供應鏈 然後就整個是有訂單 然後根本來不及出貨 才造成供應鏈鍛鍊的情況 那所以說這種情況 在現在會發生嗎 我跟大家講我覺得不會 為什麼我覺得不會 因為你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看像這個 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 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 其實都還怎麼樣 還在一個 非常高的狀況 資產負債表還在一個非常高 比2020年當時高了非常的多 所以現在他們不可能 再去做這種就是什麼補貼 然後或是印鈔票這種行為 不可能 就是現在如果經濟真的下來 我跟你講誰最開心 美國最開心 為什麼 他們巴不得經濟下來啊 你經濟下來之後 通膨就下來 恢復正常我不用再升息了 沒有一個國家想要升息啊 因為升息就會讓自己的經濟下去 所以如果有這種病 真的又造成像當時那種狀況 我跟大家講美國人會最開心 就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通膨中的可以下來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看到現在來講 就是說你看到像今天這一些 口罩概念股開始往上漲 那我個人就會覺得說 他會比較偏向是一個 短期的現象啦 因為那時候口罩股能夠漲那麼兇 原因就在於說 很多的口罩工廠 都是已經什麼關門的情況 所以你是很缺啊 但現在的情況不是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 跟兩三年前是差非常多 像今天有一間公司叫做 一系五二南光 南光是做抗生素的 這個我還覺得說 他可能算是 有一點點就是 我覺得算是比較符合 符合市場的想法 他抗生素這一塊的確會用不到 因為你那個病 他目前是沒有特效藥 他只能靠去施打抗生素 所以像南光他是做抗生素 可是像今天以他來講 就這種做抗生素 股價也不是說 就是那種 漲停一架鎖到底的感覺 所以如果他們不是那種 一架鎖到底 然後今天要爆個大量的話 代表上市場認為 這個病其實 並不會造成太大的恐慌 就目前來看 並不會造成太大的恐慌 當然你說那個病毒 後來變異 那另當別論 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就是我會認為說 其實不自己會造成太大的恐慌 那如果你是要去追這種 就是口罩啊 或這種概念股的話 你可能就要稍微小心點 因為他可能就是一個 短線題材而已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 拜拜 充足 頂住 考資 明天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